文化學習 最後一個單元的部分呢 要來談談邏輯的謬誤 那基本上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單元 因為各位都知道 我們經過了學期的 邏輯思考的課程之後 最後我們要來做一些檢視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 推論上出現什麼樣常出現的錯誤 所以一般 謬誤的意思大概就指說 我們在思考上面經常出現的一些 麻煩或者推論上的一些錯誤 那一般我們就把它統稱為 邏輯的謬誤 所以我們來進入我們的第一個部分 基本上我們在做謬誤的分類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成 基本上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我們把它稱之為形式謬誤 我們在推論的形式上其實出錯了 也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無效論證 或者是一個錯誤的推論規則 但是我們卻會把它當成一個 有效論證 或者把它當成一個正確的推論規則 那一般來講 有關於這個推論上 或者是推論規則上的錯誤呢 我們基本上就把它稱之為形式謬誤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非形式謬誤 基本上就是說 它其實有可能是 一個有效論證的形式 那它的推論規則可能也沒有出錯 可是呢 它可能那個理由不太對 或者是說它其實是 根本就不相干的一些理由 你拿來當理由 所以原則上這個比較複雜 就是說在非形式謬誤上呢 它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也就是 它有可能是有效論證 那也有可能是無效論證 那論證的形式不一定 但是一定有某些地方 是讓我們覺得不恰當的 或者不適當的 那我們要把這個地方找出來 所以呢 原則上這兩個的差別大概是這樣 那麼在非形式謬誤部分呢 我們又可以分成以下的幾類 我們也把它做一個簡單的分類 那各位要記得這個分類只是一個 粗略的分類 它不是唯一的分類方式 也不是說所有的謬誤一定要照這個來區分 並不是這樣的 它只是說 我們在常見的謬誤裡面找出來之後呢 大致上分類給各位看 但是呢 其實它有很多 不在我們這些類別裡面的謬誤呢 其實也會出現 那待會我也會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理解 第一類大概最常出現的就是 不相干的推論 就是說呢 我們其實會發現說 前提跟結論之間沒有這個關係 不應該是用這樣的方式把它連接起來 但是有些人就會把它當理由 換言之 它應該是 不是理由的理由 就是說這些前提呢 可能不是理由的理由 然後呢 我們會把它當理由 這個呢 我們就稱之為不相干 好 第二種呢 就是誤導 也就是說呢 讓你覺得說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可是其實它是沒有道理的 就是說 聽起來似乎言之成理 對不對 所以利用這樣一個言之成理的方式 混淆各位的視聽 讓你覺得說 好像聽起來很有道理 那這個呢 其實是有時候呢 很難分辨的 因為 其實它詐定之下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呢 你認真分析起來 它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好 那第三種呢 其實是利用這個假定上的問題 就是說 在推論上呢 它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呢 雖然這個前提呢 可以直接導出結論 可是呢 前提本身的這個假定呢 是大有問題的 就是說 好比說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之前舉過一個 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如果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很帥 這個是一個有效論證 還是無效論證呢 我們在之前的課程 有告訴各位同學說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對不對 就是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長得很帥 這個聽起來前提 因為是矛盾的 所以它可以推出任何的結論 換言之 你從這個前提裡面 你要推出什麼結論都可以 所以這個推論本身呢 雖然是一個有效論證 但是因為它前提是矛盾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它這個推論呢 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因為 你既可以推出 傅老師很帥 你也可以推出 傅老師長得跟芭樂一樣 對不對 這兩個其實都是成立的 所以呢 這個如果前提 碰到這樣的矛盾 或者前提碰到 這樣不一致的情況之下呢 即使我這個 從這個假定 可以推出這個結論呢 我們也不覺得它是一個 好的推論 或者適當的推論 當時呢 我記得我有問過 各位同學說 這個地球是圓的 而且地球不是圓的 所以傅老師很帥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還是無效論證 那很多人呢 當時呢 憑著直覺就回答 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其實會把無效論證跟 這個謬誤混淆了 也就是說 它基本上是一個謬誤 可是它卻不是一個無效論證 基本上 在推論上 從推論的規則上 它還是一個有效論證 只不過 在這個假定的前提呢 要我們推出這個結論 各位都覺得不能接受 原因就是因為 它其實是一個 推論上的謬誤 所以到了今天 我們在進入最後一個單元的時候 各位就可以分清楚 這兩個的區別 那在當時 因為我們還沒有交到 這個謬誤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大概容易把 這個無效的論證 跟謬誤混淆在一起 所以通過今天的說明之後呢 相信各位都能夠更清楚 所謂的這個無效論證 跟謬誤之間的區別 有效論證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 形式的謬誤開始 好 根據我剛剛的說明 好 形式謬誤的意思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 無效論證形式 但是我們會把它當成一個 有效論證形式 換言之呢 有很多的人呢 聽到這樣的推論的時候 他會覺得 這個聽起來其實還蠻有道理的 可是其實它卻是一個 錯誤的推論規則 或者說 這樣的一個推論規則 並不能幫助我們 得到正確的結論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第一個呢 是肯定後見的謬誤 好 那各位只要看到 前見跟後見呢 或者前向跟後向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條件句的描述 一般我們在條件句裡面 如果有一個若P則Q 我們會把P叫做 前見或者前向 會把Q叫做後見或者後向 那肯定後見的意思是說呢 我從肯定Q 可不可以推出這個P呢 意思是說我們如果有兩個前提 一個前提是若P則Q 我用後向的肯定 加上這個條件句之後 我其實是不能夠推出P這個結論 那各位看到畫一個斜線 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導出這個結論的意思 就說 從這兩個前提 若P則Q跟Q 是無法導出P這個結論的 那各位可以很明顯看出 在推論規則上 我們其實並沒有這一條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 不正確的推論規則 或者說 無效論證 那麼我們來舉個 實際的例子看看 如果你告訴我說 如果小明在家 那麼 小明家裡的燈就會亮 好 這個聽起來很有道理 如果有人在家 當然燈就會亮嘛 好 那現在呢 小明家裡的燈是亮著的 所以呢 推出小明在家 各位就會知道說 哎呀 這個一定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搞不好是小明的家人 不是小明在家 對不對 我只確定說 如果小明在家的話 那麼他們家的燈就會亮 沒有錯 可是呢 我卻不能從他們家的燈 是亮的呢 就推回去說 這個小明一定在家 這樣的推論呢 顯然是不對的 相信各位可以 很清楚的看出 這個謬誤出現在哪裡 對吧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呢 我們也常出現的是 否定前見的謬誤 那否定前見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呢我們有兩個句子 一個是若P則Q 有一個是非P 就是P的否定 可不可以推出非Q呢 當然不行對不對 各位看看實際的例子 如果房價上漲的話 那麼店面租金會上漲 房價沒有上漲 所以店面也不會漲嗎 這個不一定對不對 我們都只知道說 如果房價上漲的話 那店面的租金也跟著漲 可是店面租金的漲價呢 可能還有其他因素 不一定呢 要跟這個房價綁在一起 所以呢 我只知道房價值在其中的 某個條件對不對 就是說呢 如果房價漲呢 那它一定會漲 可是房價不漲呢 它是不是一定會不漲呢 那可不一定 所以 這個呢 謬誤也是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的 好 那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說呢 在這樣的一個形式 滅誤的情況之下呢 通常我們之所謂混淆 就是因為乍聽之下會有道理 但是呢 其實你仔細分析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是用了錯誤的規則 好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很多人跟我講這個例子 我覺得是很有趣 各位不妨想想看 很多人會舉這樣的例子說 如果我有1000萬 那我就可以買得起房子 好 那我有沒有1000萬 我沒有1000萬 所以我買不起房子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個聽起來很有道理 對不對 就乍聽之下你會覺得很有道理 可是這個其實是一個錯誤的 這個推論規則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是說 謬誤之所以會是謬誤 就是因為 我們經常會被混淆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乍聽之下很有道理 而忘記了去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然後看看它是不是有效的推論規則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經常 出現的麻煩 所以各位務必要注意 接下來第三個是 換職不換位的謬誤 意思就是說呢 各位想想看 之前有一個換職換位率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呢 把P 跟Q 兩個換過來 若P 則 Q 可以推出若非 Q 則非 P 那我們之前舉過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說 如果我的太太告訴我說 如果你愛我 那你就應該買生日禮物給我對不對 那我有問過同學說 那我如果不買生日禮物給他 他會直接推出什麼 對 就是我不愛他 對不對 所以呢 哪一句話可以推出哪一句話呢 就是 如果你愛我 那你要買生日禮物給我 所以如果你不買生日禮物給我 則表示你不愛我 這兩句話其實對我們來講是等值的 可是呢 如果我愛他就要買生日禮物給他 那如果我不愛他 是不是就可以買生日禮物給他呢 其實不盡然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其實也是不成立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實例 就是說 如果他還記得我的生日的話 那就表示他還愛著我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不記得我的生日 那就表示他一定不愛我了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錯誤的推論規則所產生的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的乍聽之下 會覺得很有道理 為什麼呢 如果你覺得很有道理的意思呢 其實你是把它當成若且為若來看待 大部分的人 把這個條件句就是若P則Q 很多人會把它當成是雙邊的推論 就是從P可以推到Q 從Q可以推到P 那你就會覺得這句話好像聽起來很有道理 所以他之所以容易混淆 就是因為我們對這些 這個連接詞的使用上呢 並不是太嚴謹的一個使用 因為很多人呢 在用的時候他其實明明另外是一個意思 可是呢 他自己在講話的時候他會講這個意思 所以有很多人呢 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的意思可能是 P 若且為若Q 可是呢他在講的時候就是 若P則Q 有可能出現這樣的麻煩 所以呢 謬誤之所以會對我們造成困擾 大部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我們會造成一些困擾 比較難以解決 再來是連沿否定 非P and Q 各位可以看到如果是P and Q 外面加一個否定號 它可不可以推出非P 而且非Q呢 各位都知道這個其實不對 因為我們在迪摩根Low 裡面學到 如果說如果是一個P and Q 外面加否定號 其他推出來應該是非P or非Q 所以我相信各位應該很清楚這件事 所以呢 其實這個推論是不對的 我來給各位一個實例看看 比如說 A 說 我不是一個既會玩又會讀書的人 如果 A 告訴 B 這樣 B 就回答說 所以你既不會玩又不會讀書囉 其實他的意思不是這樣 他是說 我只是沒有辦法同時做好這兩件事 那我可能可以 會玩但不會讀書 或者是會讀書不會玩 我其實意思只是說 我沒有辦法同時完成這兩件事而已 所以這個會是連言否定的一個謬誤 OK 接下來是全稱語句換值不換位 那這個只是把剛剛的語句邏輯裡面的 當成全稱語句來看 那我們的全稱語句會是什麼 就是 for all x px 的 qx 它沒有辦法推出什麼 非 px 就非 qx 那這個例子各位可以很容易舉得出來 如果我告訴你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 那你會不會推出所有不是天鵝的東西 都不是白色的呢 當然不會嘛 對不對 這個很顯然是一個錯誤的推論 即使我覺得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 我也推論不出不是天鵝的就不是白的 因為另外有白色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推論顯然是錯的 所以這個是指說 你如果是全稱語句呢 換值不換位 其實這個推論是錯的 我會不會推出